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这几年 我自己研究游子高产的油菜新品了 参加传军人民代表大会 我牵挂的就是我的油菜客人 你的手机视频给我看一下油菜 那个不允许现在什么样子 被油菜搞可能 得到了社会有些人的能潮预复 我搞油菜研究快40年了 我看到我们的广大农民 问到我要油菜种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坚持 我的付出就值 当着一个习生家的习生 农村的人呢 他觉得没钱那个 我就给自己理了个规矩 有钱没钱都给研 我一级领年 小便出席 盼望 就是那时候 感觉是完了 你要回来 从家门谁给研病 在这尿尿我得打进去 他没了这 给你干净 我的工作在边缘的海岛 移民行众里没有稳定的一个地址 也没有电话联系 我是靠一个一个去玩 找到他忙 到了那个外领町岛 又感受到 即使测备啊 非常落耗 血水少电 也不敢去冲凉 后来我父母来了 坐的那种木床 四五个钟头 已经倒在那个床上了 当时我妈妈 跟我说 你还是回去盖你的田吧 我说妈妈 将心比心 如果你的儿子 也说在这个岛上 非常需要 我们中国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 你说你找不找庭 我的丈夫指着我 人家都是小姐脑袋 往山下跑 你还要往更偏远的地方跑 12年的时候吧 可能又掉我下山了 因为村民都说 志老师 你别下山可以吧 去我们那里叫 哎 你们这样看中我呀 好呀 那就真的去了 如果人能都像我三位 大厦里的孩子 谁来教育去 乡村学校 能有老师下得去 留得住 把小而弱呀 变成了小而美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职业英 全国人大代表 是常见的 人大代表 我和美得马上回去 把那些贫穷拔出来 无理不算 这把压力 一定将成了一个 六村苦瓜老的服务长 为他们的免费精力 希望海上的清新 散亮着 更加幸福的光芒 每一朵小小的苔花 都能如牡丹绽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